关系人民不仅具有勤劳与智慧 更是顶级的烹饪当时 应是把平凡平淡的米粉是做出了极致 不仅香味独特 可谓极香极香 而且汇聚的每一味食材都发挥了各自 正要给角色为作用 对 没错 它就是让吃货们隔着200米都能温着香味而来的螺蛳粉 那么首先第一步是奶欧这一桶高糖 准备新鲜猪大果两根 新鲜老鸡两斤 新鲜猪皮一斤 再加上葱 姜 跟少许高度白酒去除异味 烧开锅后打掉上车抚目 再转中火持续将食材充分焦透 直到完全煮不出血水为止 再捞出用鲜水测底清洗干净 由此保障汤色汤汁 将食材直接开出小锅锅进银炖煮 再加入老姜一两 白克20克蒸香趣意 煮开锅后继续用大火加持半个小时 时间到了锅后再转小火慢炖3-5个小时 以充分彻底煮出食材鲜香 再一杯准备色色漂亮 又香的 二斤的辣椒粉200克 用一阵辣的朝天椒辣椒粉100克 五香粉10克 高度白酒30克 这样既能够防止辣椒 为高油温烧糊 同时又能够提升辣椒的整体香味 然后来配一组香料 准备红花椒5克 八角25克 桂皮25克 香叶5克 小香10克 沙姜10克 白克10克 炒果10克 再加入没过香料的温水 泡泡个10来分钟 按其吸收 吸住水分 由此防止下一步被快速炸糊 然后在锅里面加入菜籽油2斤 由于菜籽油太素 加入醋油半斤 不够香 所以加入鸡油半斤 再加入老姜片1两 蒜片1两 乌萝卜1两 洋葱2两 加入备好的香料 开小火慢炸出料头的香味 并且将香味融入到鱼肉当中 等料炸开始脱水 收缩的时候 再加入不耐炸的香葱段 持续的小火加持 那么这一步整操作能够去除油的油腥味 解脱真香 以及解腻 让油做到油 但却不腻 将热炸炸鸡金黄焦香 控油捞出 拌到一边备用 为了让油料色泽更加漂亮 所以加入植炒30克 充分砸出植炒色泽锅后去掉铲扎 然后将油温生质200度过后关火 将备好的辣椒粉进行第一次淋油 第一次淋入锅里面三分之一的油脂 将辣椒充分打实 等油温退至170度过后 进行第二次淋油 第二次淋入锅里面一半的油脂 前两次高油温大概能够激发出 辣椒70%到80%以上的香味冰色泽 接着等油温退至150度过后 淋入锅里面所有的油脂 那么分高中低三次淋油 就能够将辣椒的色泽 香味 橙橙 彻底激发 最后再加入高度190克 既能够起到降温 又能够让辣椒的香味再上一个层次 等酒精水分彻底挥发过后 跟上盖子静置一天过后使用 香味跟色泽都会变得更加醇厚 浓郁 接着准备食落硬性 用清水反复清洗 淘洗干净 直到水便清澈为止 那么这次淋油炖出出来不影响色泽 以及去除螺丝的离心位核心关键步骤 然后将螺丝倒入锅中 就是进行干边 对 没错 这里是干边 而不是焯水 第一阶段螺丝会凸出水分 直至炒干水分 炒出螺丝的香味 那么螺丝的离心位置都彻底去除 再来准备一组香料 准备八角10克 桂皮10克 小微香5克 沙姜5克 姜叶3克 茅草3克 再加入没过香料的温水 泡沸更13分钟 激发出香料的香味 然后在锅里面加入少许油脂 加入姜片银酿 用小火爆出姜片的香味 再加入豆腐乳两块 增加独特的香味 将豆腐乳炒散 并且将香味放大 然后加入具有独特香味的酸笋 让酸笋的香味加上腐肉的香味 那么隔着50米都能温得到 然后加入红油料炸一小勺 炒出香味并且炒出色泽 再加入炸油的葱酥一勺 炒出香味过后加入准备好的香料 螺丝 再一次翻炒 将香味渗透到螺肉当中 然后足够放入沙发袋当中 进行包装 那么此时的高汤也熬制了鲜香味浓 再打到丢料炸 进行汤底调配 加入美金汤食用盐10克 美金汤鸡精味精各3克 白砂糖30克提前 配好的尿包 再加入制好的香料红油益性 那么香味已经设置彻底昇滑 烧开过后转销后煮大概20分钟 充分地煮出尿包里面的所有材料香味 那么一桶其咸 其香 且设置漂亮的螺丝粉汤底调配完成 下一步再准备一根长块的主体 要是虫 酱 酱 少许个都被取出于尾尾 烧开过后同样打掉浮沫 再准备将主体充分彻底透透 煮好烙出锅后 将主体扎上一层小孔 再刷上一层白醋 撒上一层食用盐 这也能够让猪皮定好的形成虎皮 再将猪皮放入130度的油固当中 将猪皮杂至定型 以及杂出多余水分 直至表皮开始微微泛黄 然后傻皮涌 再次将油温升至210度 然后将猪皮回锅进二次复杀 那么这一步是让猪皮形成虎皮的关键步骤 等猪皮完美爆皮 其变得金黄过后捞出 再放入煮猪皮的肉汤当中 浸泡两个小时 让猪皮会软 那么就会呈现出完美好看的虎皮 再放入螺丝粉汤底当中 开小火煮个15分钟 不宜煮太久 让猪皮肉汁保持该油的嚼劲 煮至时间到了过后 再关火焖大概30分钟 那么猪皮肉汁会彻底入香 出味 然后将煮好的猪皮捞出 离站远摊浸泡 那么杂至蓬松的虎皮 吸满汤之后 只有尝过的人才知道它的美妙之处 下一步准备大约4颗的母鸡蛋来制作炸弹 再用每分钟大约1200转的转速 将蛋液打散 打匀 直至有气泡产生 那么这样炸出来的鸡蛋会更加蓬松 然后将蛋液慢慢的淋入180度的油骨当中 那么这样炸出来会更加的蓬松 洗汁 再将鸡蛋炸至两面金黄 再撈出备用 下一步开始炭粉 加入每分3到4两的米粉 再加入青菜叶子鸡片 烫熟过后撈出砖碗 然后加入配菜酸笋 酸豆角 黄花菜 花生米 腹竹 炸弹一颗 虎皮猪蹄一块 最后再淋上浓香的汤料 那么一道食材与香味 口感 完美组合的螺蛳粉制作完成 同时在这碗平凡的螺蛳粉里面 每一样食材都发挥了各自重要的角色 作用 这更是关系人民 情劳与智慧相结合的产物 所带来的不仅是舌尖跟味蕾的惊喜 更是心灵危机 这所谓人家烟火器 最虎 凡人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